疫情持續延燒 全市已經累積12所學校停課 為了確保學生停課不停學 市長劉昌宣布 將實體遠距上課 融合一體 那我們為了我們的學生的一個教學 還有他們的學習不中止 那我們思考也已經做好規劃 就是居家防疫不停學的計畫 我們預計在5月2號 也就是下個禮拜一 那採取實體跟遠距教學的融合上課 那下個禮拜一進行教學的演練 所以5月2號下個禮拜一 本市的公私立的小學 以及國中的學生 上課但不到校 上課但不到校 進行實體以及線上教學 融合上課的一個演練 那從5月3號下個禮拜二開始 我們將正式實施 這個國中國小的實體與遠距融合教學計畫 也就是 針對我們本市的所有公私立的國小 以及國中 那有許多的學生 他可能是確診者 或者是他被居家隔離 或者是家長覺得 這個小朋友的身體的狀況 或者是這個希望要請防疫架的這些學生 他可以在家來進行這個視訊的一個上課 那這個跟過去的一個視訊 以及線上的教學有什麼不一樣呢 是因為我們經過這幾天 這一個禮拜的一個演練 在學校裡面 由我們的校園長 由我們的校長 還有由我們的老師 還有同學 在教室裡面來進行模擬的演練 那它會包括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你在家裡面上課的這個同學呢 你現在會像在學校教室裡面上課一樣 採取的方式就是透過我們視訊的一個系統 還有我們多元的一個鏡頭 還有包括我們的大的這個LED的一個電視 那老師在教室裡面採取實體的教學 那到校上課的同學採取實體的上課 但如果你是確診者 或者是你是居隔者 或者是你請防疫架在家裡面的同學 你在家裡面上課的感覺會像到 你到教室裡面一樣 你一樣可以看得到老師在黑板上面 這個寫黑板 然後老師在黑板上面教學 那你也看得到同學的一個反應 另外在學校裡面實體上課的同學 也可以透過大的螢幕 看到在線上的同學 他的一個對老師提問的回答 或者是跟同學之間的一個問答或者是提問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實體以及視訊的一個整合 我們希望讓未來在疫情期間在家去上課的這些同學有更好的一個上課跟教學的一個品質 那老師同樣可以在上課的過程裡面透過視訊的螢幕對在家裡面上課的這個學生來進行提問 來進行雙向的一個溝通跟回答 這個不會像過去單純的線上教學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個一個的框 一個一個的人頭 那現在大家在這個我們的實體跟線上遠距融合上課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整個教室 你看到的是老師真實的在課堂上教學的情形 你看到的是同學坐在課桌椅上跟你互動的這種實質的這種情境的一種方式 那這個經過上個禮拜在現場去做模擬 還有現場去做這個演練 我們也已經拍成一個示範的一個影片 然後在各個學校來這個進行推行 所以我們會在5月2號下個禮拜一 進行全市的公私立學校的實體跟遠距融合上課的教學演練 我們的同學在家上課不到校 那5月3號起正式實施 所有本市的公私立的學校以及國中 老師在原班教室同步的一個教學 實體的教學 另外也同步開啟直播的一個課程 學生可以選擇在家遠距或者是在學校實體上課 那我想這個對未來許多家長來說 還有對同學來說 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一個選擇 然後也兼顧到學生在線上遠距上課跟教學的一個品質 這是我們基隆市在疫情期間所規劃出來的一個新的一個做法 然後在下個禮拜正式來啟動 市府錄製示範影片及操作警戒供各校參考 讓每一位任課老師和學生都能夠輕易上手 確保教學品質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